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法会上就是说 师父讲过可能就是有些同修第一次出国不太懂得就是公共秩序的一方面 然后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对啊 对不起 师父再紧张 功德 功德 这是公共道德呀 公共道德没有当心啊 讲话不要太想啊 不要影响别人啊 对不对啊 做人的仪表给人家看的 你就要当心啊 你自己穿的啊 说的话呀 你如果没有不是让人家很舒服的话 你就影响了公共道德了 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 是的啊 就是说 让同修能够领起重视 然后以后 包括我们开法会在国外的话 能够毁清理法门尊光给我们祖国尊光 记不住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让你强调这个功德真的重要性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有个同修他梦见自己抱一个小孩 小孩叫同修妈妈 他定说对不起 对不起妈妈 这个情况是小孩没有超度走 还是说还有 已经超度走了 应该没超度走啊 他没超度走的话 才对不起妈妈 就还没超度走 如果超度走了 你说怎么对不起妈妈 对不对啊 还要妈妈继续帮他念经啊 所以他就说对不起妈妈了 对对 明白了 好的 好的 那个 就有一次在观音堂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别的师兄 他在拜菩萨的时候 他就手里边画那种模型圈 就是很 就像我 不是跟我们拜的不一样 然后我看他拜的时候 就觉得心里边感觉特别的急 特别的慌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种拜法 就可能因为是 不知道是别的法没教的 还是有一定的气场 所以当时我感觉好像就受影响 后来他拜完就没感觉了 就是啊 不一样的法门啊 他当然了 有不一定 不一样 不一样的气场的呀 明白了吗 哦 其实等于是这种不同的手势 他也是 那当然了 不同的能量 是吗 对啊 不同的能量 不同的手势的呀 所以叫手硬呀 听不懂啊 哦 哦 好的 明白 明白 好的 那个 有一个小朋友 他刚开始学念经第二天 他就梦见他的牙齿全部掉了 然后他平时有一个坏习惯 就说谎 谎话三口就来 那他这个梦境跟他就是说谎有关吧 还是说他家里的人会有身体不好的情况 有啊 肯定有的 就是属于哪一种 是他身体方面 还是说是他的坏习惯造的口液 造口液 一般说谎话都算造口液的呀 哦 对对对对 他是经常撒谎 那就是跟那个 哦 那明白了 好的 你记住我 句话经常撒谎的人 没好处的 时间长了 他终有一天闯祸的 嗯 他等有一天什么 对不起师父没听清楚 我说 他终有一天会闯祸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有个同学他梦见有一台香炉粘在一起 里面插的那个香长短过期 这时候有人说那个香不好 他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嗯 你要说什么 再讲一遍 哦 对不起师父 就是他有一个同学他梦见他家里的那个香炉粘在一起 没有并排放就全粘在一起的 然后里边插的香是长短不齐 哦 这时候有人说 心不一样 这香不好 不是香不好 心 心啊 心不定啊 哦 心不定 哦 行 好的 好的 明白了 嗯 嗯 嗯 然后他家里边的神台要彻底 就需要念李佛大上悔文 那他这种情况下是在神台面前念 还是在佛台面前念 李佛当然当时在佛台面前念了 神台你去求神啊 神怎么会帮你解决了 你念的是佛的经 你怎么让神来帮你解决呢 哦 对对 是好的 师父 插耳机您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 讲吧 哎 行 这要更清楚了 嗯 还有他 包括是念就烧小房子 需要给家里边要经者烧小房子 就是这个彻底的神台 那是不是也在佛台面前烧 对不起 我重复一遍 那个是说他们家那个有个佛台 神台要撤掉了 因为有了佛台了 就是有咱们亲房的佛台 他要撤掉神台 然后那车掉神台 他需要烧那个 给家里的药金给烧小房子 对 那这个是不是在佛台面前烧 对 哦 行 好的 好的 嗯 讲呀 那个有一个同 好的 有一个同学 他也是梦见那个小孩 然后那个有孩子在床上 同修抱着他就是上大号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第二天晚上又做了一个孩子的梦 什么梦见 那个邻居说他儿媳妇怀孕了 但梦里边没有见到儿媳妇 这时候镜头一转 同修他就看见自己 好像要分娩了一样 就要生孩子一样 身体流出特别多奇怪的东西 还有血块 那这种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要当心啊 流产的孩子还在啊 当年的流产的那种情景啊 我告诉你 全部全部是一个业障 很难消掉的 哦 那就他还在继续给孩子念 对 对对 那些房子 好的好的 嗯 嗯 嗯 然后 有那个 是否就是孩子 从小自闭症是什么因果呀 自闭症的话就是两种嘛 一种是现实生活上来讲 他上辈子欠了人家的 这辈子人家来问他要了 就附在他的身上 附在他的身上的话 他就会形成自闭症 这是一般的是灵界的 如果在病理上来讲 父母亲的遗传因子不好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比方说基因不好 DNA都不好 那的话孩子当然就会不好了 那么父母亲的DNA不好的话 就说明父母亲 上辈子没做善事呀 所以延续到他后人的 你听懂吗 嗯 所以你就看为什么有时候 有时候有的人 孩子生的这么好呢 对不对呀 就乖呀 怎么懂事情啊 那就是 他的教育啊 再加上他本身的积德呀 对不对 你们跟师父现在 你们这么多孩子 为什么师父很开心 你们都能这么乖呢 因为师父记得呀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才乖呀 你看看 如果 如果自己爸爸妈妈不记得的话 你说你这孩子会乖不啦 会像你们现在老老实实啊 你说你们哪个人没个性啊 哪个人脾气不臭啊 你告诉我呀 是 是 好了 是明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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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都是一样的呀 嗯 嗯 就是父母的 就是父母的 经线记得 然后他的父母 功德大 富德大 同样他感召 同样就是有大福德的孩子 正确 嗯 嗯 然后因为现在有一个同学 他孩子四岁一直不会说话 然后他妈妈呢 就是跑遍了欧洲美国 很多医生给他 就是找便盟医给他看病 但是目前改善不大 而且医生跟他说 后来不让他吃穀物 然后很多就是素食东西都吃不了 所以他现在不知道就是 在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就跟你讲一句话 医生讲的话 要记住了 有的好医生可以听 有的坏医生根本水平都没有的 我告诉你 我问你 医生医死了多少人 你不知道的 你去统计统计 每年上次我看过一个报告 医学报告上 你知道被医生 屋整的有多少人吗 吓死你了 我告诉你 要上百万的 天啊 你想想看 屋整啊 你以为啊 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说 最好的医生就是你自己 因为自己的病 只有自己最清楚 是 听不懂啊 师父现在教育你们也是的 你们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给你们指出来了 你们自己要改的呀 靠靠我来帮你改啊 明白了吗 好 明白了师父 明白 好的感恩师父 嗯 那那个像这种孩子 他是 自己自闭症的情况下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大概 自闭症的孩子 一般的都是八百张以上的 嗯 八百张以上 放心啊 放心吧 那应该说 至少一万条慢慢放吧 家里条件不好就慢慢放 明白吧 哦 行 好的好的 嗯 有一个同学他就想问那个 观世音菩萨和正法明如来的关系 正法明如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呀 对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叫他菩萨 他就是为了接近我们 让我们能够接受他 因为菩萨跟众生就差一个级别了呀 对对对 你差很多级别 没有啊 他应该是正法明如来的话 他是一个佛号啊 哦 我是那个菩萨跟菩萨 啊 观世音菩萨为了接近我们的距离啊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明白 这个这个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受人家欢迎啊 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 他就是真的是很 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很自卑啊 嗯 嗯 嗯 你想想看 正法啊 这个明如来观世音菩萨 其实他是 他是兰登古佛的弟子了 你看那个兰登古佛 他是最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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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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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所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了 真的 观世音菩萨真的 这个真的是成佛 他成佛了之后 他就成为正法明如来 但是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以为他是菩萨 实际上他真的是大佛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他是实际菩萨 他是实际菩萨的音程佛 对啦 实际菩萨 实际菩萨不就是佛呀 明白吗 嗯 好的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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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那个小佛友他梦见他转学校去了一个非常宽敞的宿舍 然后那个校长变成一条龙说让这个小同修说我自己能去 然后呢 嗯 他也变成一条龙非常天上了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说这孩子也是天上下来的 一定的 一定的 哦 好的 嗯 这个孩子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已经拜师 他平时呢 而且他 许愿将来要去佛学院上学将来能够弘法立生 他在 他已经拜师了 拜师回来做梦见了 他做梦看见一个简陋的屋子里面有个和尚 然后那个真处有个声音说 他想去佛学院必须要先出家 他只是听见声音没有见到人 然后后来他就醒了 嗯 然后这个小同修在生活中也是无依无求 平时学佛很精进 他念自存小房子还给师兄给爸爸妈妈 他现在上初三 嗯 师父可不可以就是给这个 就是这样天上下来的孩子 一些开始 他应该平时怎么做 父母应该怎么教他们 等到他长大的时候 我们早就有佛学院了 我们会请 我们会请很多高生大者到佛学院来讲课 嗯 哇 太好了 像这种孩子以后 可以 可以到澳洲来的呀 他们长大之后以后 到我们佛学院来就好了嘛 我们会请 哦 对啊 我们会请这个中国的佛教协会啦 世界各国的佛教协会的高生大德 以后都会来讲课的嘛 嗯 哇 太好了 那这个佛学院是 呃 就是去听课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呢 都可以啊 居士也可以啊 来修 修了之后可以拿文凭嘛 他就是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就会 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佛人 学佛者 然后让人家知道 他是佛学院毕业的 但是一般的佛学院 都是指着要出家人的 但是居士也可以学其他的课目的 不一定就是完全学这个出家人的课目 明白了吗 哦 我明白 嗯 就像大学里有那种公开课也 不是这个需要学生也可以行 对 有些是有些是公开课 啊 佛学的公开课 有的那是 呃 有的是呢 就是说专门对法师来上的课目 不一样的 专业课和非专业课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 这是个好消息 感恩您师父 嗯 然后 您师父稍等 还有两个问题找一下 嗯 嗯 对不起师父去稍等 嗯 那个有是有一个同学 他的经书被小孩子放在嘴里边咬了 然后那个书胶 书脚他折了 然后去他地方玩好 这种情况下这个经书还能用吗 有新的吗就不要用了 没有新的吗 擦擦好 烫擦好 包包好 沾沾好 就再用了 嗯 他需要帮孩子念礼佛吗 多少遍啊 这种 孩子很小的 能够啃经书的孩子都是baby 给他念一遍礼佛 我们已经够他呛了 哦 看一下 看孩子好像四四 四五岁的样子 四五岁的样子 咬书啊 智商有问题哦 呵呵呵 好好地叫他把智商看看好吧 呵呵呵呵 可能是孩子生气了当时 哦 是吧 闹脾气 啊 好 那就几遍 还是一遍 一遍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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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行好嘞 那个现在在农村里有些地方 他们习惯贴那个造王爷 就在厨房里边贴个造王爷的图像 然后到小年的时候给这个造王爷换新衣 他们就把这个造王爷箱子烧掉 这种事不是如理不如法呀 你说如理不如法不啦 你们今天跟师父学了这么多年 可以烧菩萨像的 肯定不行 连经文都不能烧啊 为什么小房子啦 小房子他他里边一点点的他 不是经文啊 不是经文啊 听得懂吗 他这种能量已经变成 聚集的能量啊 在烧的 什么都不懂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行 好的好的明白 嗯 然后 还有那个 最近我看到师父一直在说 群里边不能阻止别人法度师 但是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同修把他认识的朋友 认识的全部拉到一个群里 大概一百多人 之前都是不学会不念经的 然后呢 同修每天就在去那边 发师父的视频啊 广播等等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信英国 学会念经了 但是因为是新人 怕他们在群里边乱发信息 或发别的法门开示等等 然后这个同修呢 就在就是邀请一些老同修 在群里边坐椅公护士 然后除了老同修之外 其他人禁止发任何领结 发禁止法故事 这种做法如理如法嘛 他说为了这个 因为这些新人他们不懂 就怕乱发 所以才有这个群规的 我觉得如果为了保持干净 我觉得如果为了保持干净 群规严格一点 开始的时候没什么不好 你要记住了 一个游泳池里边 有人扔了一点大便小便的话 你说你还会下去游泳不拉 听不懂啊 应该是 你当然要保持它的干净度啊 很正常啊 对 嗯 对对对是 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 可能师父会鼓励大家 多多做法布施 然后说就是 不能住这边的法布施 所以有些群就是 产生了一些提议 比如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社佛台的群啊 放生群 法宝捐园群等等 然后 这个群的可能大家正在商量 主号去谁家社佛台 这时候多有人法布施 很多很多法布施 跟这社区才没有关系的 然后大家就看这个主要信息 就就感觉特别累 就是有这个信息刷屏 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义工就群组 可不可以阻止这个同修法布施 因为这个他发的法布施 能跟这个群组 其实没有关系的 讲老实话 这就没关系了 你不能叫这个群组再发一遍的 你为什么要阻止人家发了 人家发的对的你为什么要阻止了 就是可能信息量比较大 因为现在大家 信息量没关系 信息量没关系 没到你跟在后面再跟铁啊 你再发呀 把你要的文 把你要发的东西再发在后面再发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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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都不太懂了 我都能讲出来 你们这么懂你们还想不到啊 置顶呀 把它再置顶不可以的 啊 哦哦对师父好厉害 师父什么都懂 啊 其实我跟你 我跟你说我连微信都没有的 哈哈哈 你都懂 哈哈哈 嗯 嗯 师父与师姐姐师父很厉害 哈哈哈 嗯 然后 那还有一个一种情况 就是说 比如这个群它的主题 几点到几点 是今天学习一个主题 可能是比如说 关于路口化解草花结的 然后这段时间呢 就师父关于情感的开始 那如果这时候别的义工要发生情感 没有关的话 也无妨是吗 对啊 没关系啊 哦 行行好的 好的 气量要大 你是弘法之人 你连人家在网上 布施法布施你都不能容忍 你这个人怎么成菩萨啊 他发的对了你都可以 刚刚你说 为什么不要让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群 根本没学 怕他们造口验 所以才叫他们 守这个规矩 那是两个概念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 一个就是信任群 然后一个是老同修 那明白了 概念不一样的 哦 好的 嗯 那个师父 现在有一个新人 他 就是 那个他是 九岁的时候 同修呢 说一下 一直现在瘫痪十多年在床上 他希望能跟师父 就是说上话 我现在可不可以 就是打他的电话 大概需要十秒钟左右 师父您能不能等十秒钟 我接通他的电话 你帮我做翻译啊 不是 就想让他直接可以跟师父您说上话 然后接通师父的气场 能够鼓励他能够 他讲中文还讲英文啊 讲中文的 中国人 哦中国人 怎么叫西人 你刚刚听说西人吗 我听你讲 哦 新人对不起师父 我没 我发那个说不明白 是新人 新佛友 哦 新佛友 哦 对啊 那个你需要您等十秒钟 十到十五秒钟可以吗 你说可以了 没有 听过师父的允许 你知道我就这么停了 你讲十五分钟 就浪费了大家 十五分钟 秒钟 十秒钟 秒钟 十秒钟就这么停的 哦 哦 那行 那好对不起 下次准备好了就好了 下次你 他不在我身边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 所以没法让他在我旁边 嗯 没法 你帮他问吧就好了吗 哦 你帮他问 然后把录音给他听 不就得了吗 哦 哦 因为他是那个 他九岁的时候 从树上摔下来 然后就是后来看了很多医院 当时都是差点 面都没了 然后后来是挑截过来的 但现在就是全身瘫痪 就只有头和各种 然后包括他 他都趴不住那种 就是跟你讲了 这种 这种就是到人家来还债的 本来还了就应该走的 但是他幸运没走掉 没走掉的话实际上就是在人家吃苦呀 哦 听不懂啊 明白 明白 而且他现在长时间都是在 就是卧病在床 没有出门 十多年就很少出门 他现在就感觉特别的抑郁 然后上天说话的时候 就感觉他说自己就是感觉不想活了 然后特别的 没有 没有信仰的人活不了的呀 明白吗 嗯 叫他坚持啊 坚持活下去啊 嗯 该受的罪就要坚强的受 受了之后才能消嘛 对不对啊 嗯 对 嗯 是 现在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的 然后烧 包括 如果他念血房子的话 烧血房子很麻烦 包括点血房子 点血房子可以 就烧血房子就很麻烦 因为他没法下 叫人烧呀 请人帮忙呀 但他家人不信 他在农村里面 没有什么那种佛友 没有佛友 没有佛友 没关系 没有佛友就是因为他没度 那你到他家乡去 你准备一个礼拜 去度两三个们就好了吗 你发个愿 请个假 三十天 嗯 去度两三个人 你不就帮了他了吗 你把录像 把录音 带出去给他 把书带回去给他看 就不可以了吗 嗯 像你们在海外很容易的吗 哦 行 发心啊 就这么发心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明白明白 感谢您师父 那个师父您可以 您说一下我的毛病吗 我需要给哪方面的毛病 你毛病嘛 胆子小 还不够 还不够放下 听不懂啊 对对 是是 年轻时候嘛 犯了一点 邪淫罪 听不懂啊 有 是 改了就好了 嗯 你现在 你现在知道 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这不懂啊 嗯 要做浩然正气 他师父说要做浩然正气 对啊 看看大家为什么对师父这么尊敬啊 浩然正气啊 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啊 做菩萨 哦 那么你就这个人也成功了 你如果不向菩萨的要求来看 你人也不会成功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 好的 那个师父 那个地址向师父忏悔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点懈怠 然后还看了一些不好的新闻 那个电视等等 我觉得每次看了就特别后悔 那你就是畜生 就人就不应该去看这些东西 菩萨是更谈都不要谈了 所以你自己在看这些东西 你跳过去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畜生 听不懂啊 嗯 那些乱新闻不就是畜生新闻啊 听不懂啊 是 师父之前也讲过 这种新闻里边有很多负能量 然后我就明显感觉到 只要一站这种新闻 就念经也念不动 感觉这些东西都被吸收了 丢人不啦 丢人 去等报呀 去讲给人家听呀 我看了 嗯 敢讲不啦 不敢讲出来的东西都叫负能量 听不懂啊 嗯 你敢讲出来的都叫正能量 我看了 我看了怎么 嫂子跟谁搞起来了 我看了一个人跟猪搞起来了 你告诉我这种东西你能看不啦 不能不能 啊 我跟你说的 嗯 你连个标题都不能看 对 看了之后你就有负能量 你跳过去啊 你只有跳过去 嗯 学学你师父吧 好的好的 你师父要搞新闻搞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师父能这样啊 我告诉你 我不 我不看那些畜生的事情了 也不看人卑鄙的事情的 要看就看菩萨的事情 听不懂啊 明白 我跟你说的 师父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师父什么 师父是谁啊 而且我告诉你 你长得人也蛮漂亮的 没有必要再去在臭皮囊上再拼命的画了 你看看你长得挺好的 两个眼睛一边一个 哈哈哈哈 感恩师父我以为你发生来了嘛 哈哈哈 来了 你以为假的 没看见 师父你在哪啊 左面 在你的 左面 哦 师父 师父给您请啊 嗯 好了好了 感恩你 不要发神经了 感恩 每一天要好好修心就好了 你自己自己 好的好的师父 自己的颈椎这两天不好不知道啊 脖子啊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 你知道来干嘛的了 把你颈椎敲了两下就好了 哦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现在热不了 感恩师父 热不了 你现在热 好了 热热热热热 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您 对不起 感恩感恩师父 您就要保重身体感恩师父 再见了 师父再见 人为什么要知道呢 不知道有些多帮助别人 也挺好的呀 无相不是多好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喂 你好 听得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你这个电话 电话 电话信号不好 讲的慢一点 喂 现在好点了吗 好了 讲吧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见清词带着医生 什么 又听不见了 喂 讲了想一点吧 嗯 喂喂喂 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 嗯 嗯 就是那个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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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会儿以后听听录音 你就知道 师父听得清楚 听不清楚 哈哈哈 你最好自己听听录音 你就知道了 哦 再讲一遍 嗯 哦 哦 好的好的 就是 同修梦见 亲自带着一岁的宝宝 在他们家的拜见上高兴的爬 然後客厅的两边的墙上 都是有 哦 和菩萨 还上着香 然后同修在梦里埋怨 亲戚说 怎么不和 上香呢 而且想等上香完了 就要请下 请问师父这梦的是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 同修家的佛才是靠 是靠在阳台的 嗯 没关系的 亲戚是吧 你说的是亲戚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说的 跑上来两个字是不是叫亲戚了 啊 对对对 梦见亲戚带着一岁的宝宝 好了 这还要讲啊 第一嘛 帮亲戚备业了呀 第二嘛 亲戚家有好事情发生了呀 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 那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 同修梦到 先神妈妈打胎的 孩子有一个排位 排位上面有日期 上面写着是谁的孩子 现实生活当中呢 家人已经为此念经 招送了 三十五张小房子 呃 请问这个孩子超度走了吗 做梦做到什么 再讲一遍 嗯 就是做梦到 呃 先生的妈妈打胎的孩子 有一个排位 啊 排位上面有日期 上面也写着 是谁的孩子 啊 日期看清楚吗 呃 好像没 那个问题没有写 应该是没有看清楚 如果看清楚的话 我们就更清楚了 如果在这个 在这个之后的话 在这个之前的话 那这个孩子已经超度掉了呀 嗯 已经走掉了 啊 如果没有看清楚 没有也是所以走掉了 基本上排位就是说固定在 人间 就是跟他没关系了 嗯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呃 那请教师傅一个现实生活 生活当中的问题 呃 就是 童修问 使了 那个供水 杯的水 就是 能不能继续 呃 就是擦 用作那个擦佛台的那个布来 就是使那个抹布呢 就是擦佛台的抹布 抹布要经常换的 瓜哥 你想想看你抹布怎么可以擦水杯啊 太节约了吧 哦 就是先是先是擦水杯的水 用用那个洗水杯的水 洗身下的这个水 然后再去洗那个抹布 啊 这可以没问题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呃 再请教一个梦境 就是童修梦见自己家里 来了很多的 呃 在世的亲戚 他妈妈进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婴儿 呃 呃 呃 进来的那个 那个童修 家里 就是那个 呃 对不起师傅 就梦境 我画一个梦境吧 呃 就是 做梦随便做的 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师傅 这个梦境 这个 我看的看的不是太能理解 对不起师傅 呃 这个人 但是梦里面害怕他生气 不愿意吃 然后就 梦里面就跟他说好话 后来 那个人同意吃了 第一次 刚要喂进去的时候 菜从他的嘴边里面掉出来了 没有吃进去 第二次喂他的时候 菜就 呃 菜还是掉出来了 最后那个人捡起了菜 然后把菜吃下去了 请问这是代表化学的一段恶元吗 是啊 应该是的 喂 喂 应该是的 哦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呃 再请道师傅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 呃 同修请问 从山上打的矿泉水 呃 可不可以供菩萨 因为这是 呃 山泉 当地的人都是直接可以用来喝的 请问这样子可以供吗 从道理上来讲 山泉还是不干净的 我只能这么讲 里面有很多细菌 像很多的矿泉水 它都是经过消毒啊 提炼啊 啊 啊 这个这个 还有一种很多程序 它才能成为一种 非常干净的矿泉水 直接山泉的话 喝一点点没关系 喝了太多肚子会不舒服的 哦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 呃 再请教师父 就是同修做梦呢 就是梦里面就是 呃房东 就是同修在外面 然后房东 对着同修说去捡二十个废料 然后换一套香烛供菩萨 呃 他自己的佛台都没有打理好啊 心不静啊 义不明啊 这他最近要稍微心静下来一点 哦好的感恩师父 呃 呃 再请教师父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呃 看图层的时候呢 师父有的说 有的时候会说一个大灵性 有的时候就说普通的这些灵性 那么大灵性跟普通的灵性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大灵性的话 他当然了 他可以盯在你身上啊 而且他可以告状啊 大灵性的话可以伤害你啊 小灵性就伤害不了你啊 小灵性你一念大悲咒他就跑了 大灵性因为他是来要债的 他也可以说接受地府的使命啊 他来报仇啊 他折磨你多少年之后把你带走啊 都是大灵性啊 明白了吗 哦 好了好了 嗯 嗯 再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 像一般的王人 如果念个念诵几千章的小房子 一般也就可以抄到比较高的天界了 那么像那些重镇 然后那师父开了很很好 好几千的这些小房子 给他们这些父体众生 那么父体众生拿了这么多的小房子 是不是也能去到很好的这些地方呢 应该是这样 但是还是要看他根基的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那师父 那请问同修梦到师父在帮一个人分析签证材料 然后同修看到后一个意念 他的签证材料要得到师父帮忙分析 现实生活当中这位同修的签证被拒了 然后正在然后同修正在申诉 那请师父慈悲开始 再讲一遍对不起 不好意思师父累啊 就是同修梦到师父帮忙一个人分析签证材料 同修看到后 一年在想 他的材料 要得到师父的 要师父帮忙做一下分析 然后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位同修的签证被拒了 然后正在申诉 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一般的一般的像这种阻碍的话 最好换一种方式再去申请 不要在原有的基础上 要改代理人啊 改一些具体的情况 容易申请出来 你老的你因为有一个不好的档案了 所以他不容易批准你啊 明白吗 明白了 感恩 感恩 感恩师父 师父再请教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 就是有位同修因为工作性呢 经常会去送礼 就是经常有人会送他那个礼物啊 然后他都拒绝了 那请问这些没有说的这些礼物 会转化成他的其他的福报吗 会的 可以用啊 好的好的 我有什么礼物不能用啊 明白了吗 人家一片心意 好的好的明白了 当然是说 在请教师父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梦到自己对姐姐说 我想生二胎 现实生活当中呢 同修并不想打算生二胎 因为之前为打胎的孩子有念过经文 那请师父解梦这是什么意思 过去给他念过经文 打开英文是不是 对的 因为之前念过超度小孩子的那个经文 那也看看超度走没超度走呀 没超度走继续念呀 因为同修做了这个梦境 因为同修梦到自己对姐姐说 自己想生二胎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不想生二胎 那就是第一个超度走了呀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 再请教师父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梦见好多新搭的那种茅草房 一年当中是 是那个 这些都是做了骗国 这些都是骗了国家的钱 然后就是造成一年当中造这些茅草房 就是说用这样就是骗了国家的钱 然后又到了同修家做画 然后说 某项工作做不了了 找领导没有找到 画面又到了这个茅草房这里 一下子茅草房全部倒了 同修请问 是不是说他的小房子质量不好啊 跟他小房子不是太有关系 任何一个菩萨一个护法神帮助别人 都要得到天庭的应允 所以我想 这可能是菩萨 在私下帮你吧 或者护法神吧 明白了吗 哦 因为 哦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这位师兄呢 是这样子 就是平时呢 他都是念小房子 都是在那个 就是搞电子配件的那种 无尘的车间里面念的 对啊 所以说老师不是 亦是他小房子没念好 应该不够吧我想 哦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讲啊快点讲啊 你讲的来师傅要睡着了 一点激情都没有 嗯 对不起啊感谢师傅最近 我会不再跟师傅分享一个梦境吧 嗯 最近确实师傅我弟子修得不是很好 修得很不好 要自己调节的呀 今天小年要来要精神好一点呀 好的好的好的 明白了感谢师傅 嗯 一个同修呢 之前梦境 梦里面呢要去爬那个 喜马拉雅山 然后梦里面呢 这个同修 跟着其他的一些同修 到了山脚下 然后呢 同修们都决定先去 山顶上参观一下 因为那个地方有缆车 然后就坐到了 向上的那个缆车上面 然后缆车向上 开的过程当中呢 经过了那个 布达拉宫 然后呢 布达拉宫那一段都是 就是感觉像到了 那种景象 然后布达拉宫这边 就瞬间变成了像紫禁城 这样一个一种 一席群皇宫 然后布达拉宫 前面还占了一个 特别高大的 金色的布达拉像 然后都是身披 红色的那种袈裟 身上的那些 手啊还有脸啊 全部都是金色的 然后梦里面呢 这个整个场景呢 都是金碧辉煌的 而且太阳光都很光亮 但是不是很痴连 然后同修呢 就是站在向上的列车上 看见 对面行驶而来的那个列车上面 就看到师傅 师傅面色凝重 然后就看着前方 因为这个 这个列车师傅是因为是反方向的 是往的 下面去的那个反方 反方向的那个方向 然后就就就梦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觉得师傅感觉现在 真的是 感觉很辛苦 然后都是在为 终身这样子 悲啊 为终身悲啊 法船一样的呀 这很好啊 他看见了金色的东西 都是好事情啊 金碧辉煌啊 这些都是好事情啊 明白了吗 孟天师傅也是加持呀 嗯 嗯 对的对的 感恩师傅 嗯 最后祝师傅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师傅能够 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好 保重好身体 好 谢谢谢谢 今天给师傅拜年 应该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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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弟子向您请安 谢谢 师傅向您拜个早年 谢谢 祝师傅新年快乐 生气健康 法喜充满 多多有缘重生 谢谢 感恩师傅 帮同修问问题啊 同修做梦 同修梦见自己家里 来了很多的在世的亲戚 她大妈进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婴儿 大妈进来了 同修进了同修家 卧室里就把门关上 同修没理会 所以 现实中 同修一直在超度流产的孩子 也在求菩萨找着给她一个孩子 要有孩子了 可以有孩子了 有了啊 大妈给她抱过来了 还不知道 感恩师傅 感恩观心菩萨 还有一个 同修梦道 一个像祭公活佛的人 给大家送观心菩萨的欲罪 但是都是给别人用过的 旧的 给其他人每个人一个 却给了做梦的人呢五个 送完吊坠以后呢 祭公菩萨就不见了 做梦人心祥 送给他们怎么会是旧的吊坠呢 他说等下次见到了 还回去 请师父解梦 这个梦吗 这个梦吗 就是祭公菩萨叫他们去帮助别人的呀 送给他五个吗 他有五个人一定需要帮助的呀 这还不懂啊 啊 请师傅解 感恩观心 感恩师傅解梦 还有一个梦啊 现实中同修梅去悉尼法会 后来梦道 到了东方台的会议室 一个不认识的人告知同修 上海的文件到了 同修已经批准正式退休 可以不用参加法会 现实中做梦的人已经退休了 前段时间是办理过 转移户口 以及福利待遇的事情 请师傅解梦 批准呀 好事情呀 好事情 好的感恩师傅 最后一个 也是梦 同修梦道和大家一起做事情 共修主负责人 两只手臂上呢 都包着保险膜 缠住了 同修 同修问他 底面包的是什么 负责人打开给他看 是一些花草类的除案 问他是不是文生 他说不是文生 是黑水 灰水笔画的 是可以擦掉的 但是意念里面 好像是 共修主不让他擦掉 所以要用保险膜 包住两个手臂 请师傅开示 他在公修主里面受到 受到压力了 而且他 应该说 帮人家备业了 哦 感恩师傅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 解决这样 那么最好 最最多一天的念多少 108遍 好的好 感恩师傅 师傅我向你分享一个事情 我自己 一个礼拜左右吧 我去电瓶车 摔了一脚 摔了很重 当时我刺激场不过来 当时我就想起来 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我喊一喊不出来 肋骨很痛 大概有一段时间 有一会儿缓 我也不知道多少时间 后来爬起来了 后来身边来了几个人 帮我扶起来 他说说你是不是 所以蒙过去了 好一会儿才爬起来 后来我感恩他们 帮助我 后来我就推回来了 后来我就在菩萨 这个佛台面前念经 我许愿念了 一千遍的大悲咒 后来到了晚上去 拍一篇检查 啥事也没有 真的感恩 感恩师傅保佑 感恩师傅保佑 知道就好了 我告诉你 你要查出来的话 你接下来的命运就是 进医院出医院 进医院出医院 天天不是动 不是动手术 就是 就是要给你掉瓶 要打针 我告诉你 这里接东西 那里做透视一样的 折腾都折腾 厉害得不得了 明白了吗 对 对 感恩师傅 我这个师傅是过了一个大节 我正好是五十三周 又充太岁的最后几天了 对啊 就是啊 节啊 过着了啊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真的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请你稍等啊 还有一个师愿跟你讲两句话 卢太长你好 你好 你好 首先提前给你摆个早年 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吉祥如意 谢谢 谢谢 嗯 以前呢 我比较一个宜兰杂政度 很好了 以前一个肚子疼 肚子疼 这个通过念经时候 改善 比较明显 最近 最近有一段时间 几个月内 我 我要上菩萨妈妈 懒悔 那个 以工作而忙 我又 调罪了 真的很 很惭愧 对啊 千万不能调罪 然后呢 呃 然后呢 就是说最近 就是说 有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出来了 就是说我一个前进线 师 师父跟我看到就是前进线不好 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每天那个 睡眠质量不止很高的 两个小时起来一下 就是说影响睡眠 听师父开始一下 我 肾脏不好 肾脏不好 多念解极咒 多念大悲咒 补充肾脏的营养 很多人肾脏营养不好 嗯 好的好的 我一 呃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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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多少遍啊 看看你是几几年的 我是六 我是六八年缩活的 八与S4的 八与S4的 嗯 你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肾脏 前列腺 正在要当心右面 好了 好了好了 你这 要肚脏小房子 师父开始一下 四十九章 感恩师父 嗯 好了 嗯 接下来我帮同修 很急的 同修使愿 不看电影 电视剧 娱乐八卦新闻 算不算大愿 有没有功德 算的 任何众善都有功德 好吧 好感恩师父 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求菩萨念证 极远法师的小房子 这辆后梦到一个白色的墨子茶几 这是什么 捡到啊 捡到啊 捡到什么东西啊 分得去啊 家具啊 他是 他是梦到一个白色的墨子茶几 捡到 捡到一个绿色茶几啊 不是 他是 他是求菩萨念证 鸡远法师的小房子 这辆后梦到的 啊 一个白色的墨子茶几 啊 白色的墨子茶几 白色的墨子茶几 你说好不啦 一个白色的茶几肯定是好的 木色的 小的白 小的什么东西啊 啊 木头做的 一个茶几 啊 小的是不是啦 啊 对 重点 不是太好 啊 不是太好是吧 好 感恩师父 啊 我向师父 忏悔 我自己 业长自己悲 我一定好好 尽尽努力 这个 念经 屈服 好 谢谢 好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 嗯 有点累了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节目就到这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